能聽到 你好 本週國際上最大的新聞 大概就是紐西蘭基督城的槍擊案 那背後的這個趨勢 大概跟你這幾年的評論 大概相當的一致 就是共識政治正在緩慢的崩潔 仰賴國家機器保護的社群 它會漸漸的凋零 所以演化的鐘擺在幾十年 甚至一百年這個區段 很可能又是往小共同體的凝聚力 這個地方在做演化 那我想說的是 依照你之前跟我們提過的祖父學 就是孫子輩的階級跟生活 大部分都是被祖父那代的抉擇所約束 理論上我們可以去算這件事情 是可以計算的 有機會藉由預測文明長期的趨勢 讓自己的孫輩來取得一些先機 可是問題是我們來想一個例子 就是說假如加入潘興將軍 那些美軍中西部出生的二等兵 他們參加了一戰 他們不知有情 遙論未盡 他怎麼可能知道 他孫子的時代是共識政治的天下 他兒子如果去考一個大學 然後用GIP 他這就會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圖資呢 同理那如果我說 我希望我兒子加入美軍 或是未來加入台灣國防軍 我的父母也會露出 非常難以置信的比例 什麼鬼 所以這種選擇 是不是到頭來是基於信仰 而不可能是理性的算計 真要理性的算計也是可以的 首先我們要明白理性不能算到一切 就是說有些確實是基於信仰而不能靠理性算計 但是你剛才舉的那個層次上面的東西是屬於比較低層次的東西 是理性能夠算到的 別的不是說像著名神功人湯英比已經算到這件 他斷定美國將來會變成帝國 因為一旦取得勝利以後就再也撤不回來了 而且直接拿羅馬站成加太基以後 他派到意大利以外的軍事基地就永遠撤不回來了這件事情作為論據 時間他跟潘興將軍就是同時代的 當然美國中西部的子弟是算不準的 但是湯英比這樣是能算準的 我覺得我要算這個層次的事情是能夠算準的 但是超出這個層次就不行了 今天的美國你就可以合理地推行,它其實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第一條路就是羅馬世界帝國的那條路 用美國中西部那些人口風盈的社區來支持世界帝國 同時用東部和西部海岸大城市來招攬全世界有才華的優勢 兩者結合就是帝國的巔峰 另一條路就是英國式的,就是把美洲大陸當作整個孤島 把南美洲當成愛爾蘭,把北美洲當成英國,把歐亞大陸的勢力全部撤出來 讓普魯士、奧地利、法國那些陸軍強國在大陸內部去理真我讀,而自己完全不管大陸上的世界 比如說像是讓日本、俄國這些國家到亞洲大陸、歐亞大陸上去橫行,把軍隊從阿富汗、敘利亞完全撤出來,只維持海上的獨大 這也是一條現在成的道路 按照這條道路的話,它甚至不需要強大的常備軍,只需要掌握外太空和海軍,就能夠維持一個類似英國的地位 除此之外,基本上沒有其他的路 那不管美國選擇哪一條路,它的海上霸權這一點是不可能放棄的 所以說整個太平洋島國,包括紐西蘭、澳洲、台灣,在美國衰弱之前還是永遠會是美國的勢力範圍 那你覺得生活在這幾個地方的小共同體,包括台灣的小共同體 誰的造法能力強,誰就會勝利。造法能力,說抽象可以說是抽象,因爲這個才是我自己發明出來的,但是具體的東西顯然就是你應付各種事情的能力 因爲你不斷地要面臨著各種事情,然後這些事情你怎麽處理呢?你總不會把頭埋在沙堆裏面,頭埋在沙堆裏面就是造法能力等於零 這個藉口總可以找,而且也可以有很多高階藉口,當然你總會有某種處理方式。處理方式自然而然就會構成一種習慣法,而且它是有先例的 至少它對你自己有先例,就是構成先例效應。因爲人的神經系統的特徵是累積性的,就是說是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對自己以後會形成習慣性依賴的。 你周圍的人如果你做得成功或者有一定影響力的話,你自然而然會是你的先例擴散出去,用不到任何設計。 實際上演化就是這樣展開的。例如像聖保羅當時在羅馬帝國,他不是寫了很多信,包括獄宗來信,其中有一些內容是什麽什麽地方顯然不是他所在本地,小雅西亞什麽什麽地方有什麽什麽事情,然後他說照我看應該是這樣,應該是那樣。 這些其實就是教會法的起源一部分,但是照他當時的看法就是,他可能是臨時應付下,最好出了這件事情,你們來問我的意見,很好照我拍拍腦來,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的。 而以後其他人又碰上類似的問題或者有點相似的問題,又來想想,當年是這樣的,聖保羅是這麽說的,看來我們應該這麽這麽做,於是教會法的傳統就是這樣一點點製造出來的。 順便說一句,我非常厭惡中國有些基督教會提出的那種屬靈和屬氏的分別法。照我看,它的意思就是這樣的,這些事情我處理不好,我處理不了的事情,我最後不了的事情,我就說是屬氏的。 我認為是屬靈那些事情,跟準備高考的高山學生舉行的作文練習沒有任何區別,他們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無論你論證出怎麽樣是正確的,都是跟你在現實生活中怎麽做的,都毫無關系的。 像你這樣搞出來的教會,如果你能搞出來的話,那麽它的組織度是接近於零的。它不會說是歷史上有一些教會的組織度很高,而你跟它叫了同一個名字,你就會變得很牛逼。 例如,不久以前我在推特上被另一位自己說是基督教的時候的人給惹心到了,因爲他說,你根本就不能去論斷,大體上是這個意思就是說,根本就不要去論斷什麽是罪什麽是不罪。 然而我就想,像這種人組織出來的教會,連蘇東坡時代的儒家也不如,因爲儒家至少還要講一個春秋做法的亂停的日記,就是說你看到什麽事情是好的,什麽事情是不好的時候,你雖然不能動手,但是你還可以用嘴來評價評價,發揮一點言論影響的東西。 像你這樣做的話,那就是連說什麽是好的,什麽是壞的都不能說了,像你這樣的教會,你根本就是在走傳宗化道,如果你還能有任何教會的話。 這樣做的話,無論你在理論上怎麽搞,你肯定是取巧的。比如說這種做法,說這句話的同一個人還在譴責白左,好像是他跟美國保守派教會是一夥的,但是實際情況就是,照他們活出來的方式,他們是比白左還不如的。 是純粹知識分子、民主制度的方式,他們一面讚揚美國的保守派教會如何好,一面嘲笑儒家士大夫如何如何的壞,但是實際上這種分辨是純屬勢力。 主要原因就是,儒家現在表現得很不行,而美國保守派基督徒在政治上顯得很牛逼。實際上,他們是這樣做的。他們的做法跟宋朝士大夫是一樣的。他們說孔子一樣的話,但是不做孔子一樣的事情。 他們做秦始皇的官僚一樣的事情,但是說那些被秦始皇的官僚鎮壓的孔子門徒一樣的話,他們說美國基督教保守派一樣的話,而且把所有說話、標點符號跟他們不一樣的,都通通批鬥了一種話,然後按照宋代禪宗和宋代儒家士大夫的方式做,也就是說這些事情通通是屬世的,不該我們管。 那麼他們製造出來的組織是什麽樣的,我閉上眼睛就能夠想出來。這樣的教會肯定是一吹酒法。 同樣是號稱基督教的教會,那麼你看它的造法能力就可以看出來。造法能力是非常具體的,甚至你用《維小寶》用來看爵士武功秘籍的那種方法,在電影《維小寶》裏面,他跟陳敬蘭學藝,陳敬蘭說我練了幾十年和練成了武功,然後一指。 《維小寶》說,啊,這是絕世武功了。不對,這是絕世武功的目入,請看絕世武功在後面還有一大堆。《維小寶》一看,算了,給我一家書是很好,我實在是受不了你這本後的書。 那麽你的造法能力在哪呢?在檔案裏就有。具體的檔案,比如說是荷蘭或者佛蘭德一個小教區的檔案裏面,從中世紀比如說1024年或者差不多年,也許是12多少年,也許是879年,但是應該就是在1200年前後的若干年之類,檔案一般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教區記錄,從每一個人的教民怎样結婚、怎样處理遺產的記錄開始,看那東西的厚度。那個東西是真東西,然後你去看那個東西的厚度,你就會有一個很狼狽地發現。 就是說,四川的真實歷史,儘管我要發明歷史的話,我说巴陀利亞民族是從三星堆起源的,但是四川真正的歷史是從嘉慶、道光年間起源的。 吳越真正的歷史是從明朝嘉慶、道光年間起源的。吳越真正的歷史是從明朝嘉慶、嘉慶年間起源的。 這兩個發音太相近了,這個就不是清朝、道光、嘉慶的那個嘉慶,而是明朝跟海瑞同時代的嘉慶皇帝,也就是從明朝中戶起源的。 河南山東的真實歷史是從李鴻章那個時候開始的。就是說,你真能找到像西歐那樣連續性可靠的歷史記錄,就是這個樣子的。 東亞大陸的歷史、能靠得住的歷史,最底層沒有超出五百年的。五百年以上,只有考古記錄都靠得住,其他的都是跟政治宣傳材料沒有很明顯的朝廷記錄,腳下全是空的。 但是你要說教會法是什麽的話,每一個教區的歷史,像荷蘭是日耳曼法和羅馬法混合的地方,它有濃厚的習慣法層次混。 但是十六世紀以後,它的法學者就是羅馬法的路程。那麼它所引用的先例就是這樣一個巨大的教會檔案支撐起來的,包括教會檔案和封建領地的檔案。 好人、菲利弗公爵,他嫁女兒那個時代,根特是各行會是什麽交稅的或者其他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就是先例。 諾曼底公爵領地的議會跟法國國王談判的時候,已經就是這些先例。我們可以加入法蘭西王國,但是本國的習慣法不變,就是這些東西。這些就是習慣法的來源。 如果發生了糾紛,我們就會有長老說,我們自古以來是怎麽樣說的,自古以來是怎麽樣的。自古以來以前教會教區基督是怎麽樣的。這些東西都是領地和教區處理各種具體事物,包括麥收時節,該有多少麥子用來做成啤酒,先例應該是怎麽樣的。饑荒時節,福利麵包是怎麽賣的,這些東西都是有各式各樣的先例在的。 這些東西,如果按照我剛才說的一些中國基督教徒的看法,那肯定是處事的,這些東西你他們都不該管。應該是由中央領導管了以後,你閉著眼睛接受,但是這些事情是西歐的中世紀來教會自古以來就一直都管的事情。這是他們組織組的根本來源。 他們在管的時候要管很多純屬實際利益的事情,你怎麽也不能說這是跟你靈魂得救有極其密切的關系,純屬宗教性的事情。 這些事情就是,牧師可不可以結婚?這世界上他有沒有兒子?他的兒子能不能說封建禮低的問題。牧師哪些東西是屬於他自己的?哪些東西是他為某某教會服務、教會給他的? 還有某些教堂,哪些教堂是教區給他的?哪些是某一位有錢的爵爺、勒斯好善給他捐的?這些不同的教堂、不同的教區住宅,包括牧師晚餐桌上的啤酒和葡萄酒都有不同的來源。 比如說,賣酒是本教區的教民給他的,葡萄酒是耕特伯爵送給他的,這兩種酒的地位不一樣。他要請客的話,請他不同的客人,請他喝哪一種酒,都是有不同的法律地位的。 就是他餐桌上的葡萄,當寧寺寺的葡萄,是來自於不同的葡萄園。有的葡萄園是有神聖羅馬皇帝做的太上皇,另一個地方的葡萄園是由英國國王做的太上皇,第三個葡萄園又是由法國國王做的太上皇,各自的富裕和出錢出利的歷史傳統都不一樣。 這就涉及到非常複雜的法律博弈。西歐基督教會的組織度就是這樣搞出來的,你可能是一個鄉村牧師,但是你如果在一個鄉村牧師連續待幾十年的話,你必定會一天到晚出來處理這些法律先例。 因為跟你來打交道的人,有伯爵夫人的嫡長子,有伯爵跟本地其他什麼什麼女人生下的私生子,有法律地位不同的各種大地主、二地主、三地主,各種以不同條件永租、短租、長租的各種榮譽,他們各有各自己的遠遠流長、非常複雜的法律權力。 而你這個教會牧師是要替他們排油檢驗,他們鬧出什麼糾紛來?他們想到的是,小糾紛就是它不是道德的問題。應該怎麼辦?鄉下最有學問的人就是你牧師,我首先來問一問你。 他問一問你這件事情,你給他提建議,這件事情要么不是強制性的,要么介於強制和非強制之間,但是你拍到腦袋拿出來的東西,或者你要按照本地先例拿出來,或者有些東西顯得太古怪了,或者本地先例顯得好像有的不大公平, 特別是對弱勢傳奇從不大公平的時候,你就要拍一拍腦袋。雖然按照本地習慣的話應該這樣,但是按照天理良心,我覺得這樣都才公平,但是我不能說是我認為這樣公平的。 那麼我得找一個天理良心理由,這個理由很可能就來自於聖經。我要在聖經上去找一段,聖保羅或者耶穌本人在什麽什麽地方說過什麽什麽的話,跟目前的情況好像很有點相似之處。 然後我就比喻一下,覺得按照天理良心,我恆平一下,這一回不愛習慣,我恆平一下,我這麽樣判,你們看合適不合適。恆平法的起源就是這樣了。 普通法源於習慣法,恆平法源於天理良心,所以宗教方面也才更大一些。 就是這樣緩緩複緩、戲之末節,每一樣都牽涉了具體意義的博弈,造就了小共同體的強大、包括西歐基督教會的強大。 至於白鑼現在講究的愛與和平,照我看來跟許多幼狗的學說不一樣,那根本不是什麽理論家說的話,而是組織度退化造成的。 是因为现代提出这些理论的那些教会,变成一个不管事的教会。他跟任何人的具体利益都不发生关系了,大家有什么疑难问题也不来找他了,因此他老人家一天闲着没事了,就只有搞抽象的,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沦陷去进入习惯上,就是搞假发平的那种东西。 假的那种东西跟任何人的具体利益都不一样,爱与和平。具体问题什么叫爱与和平呢?那么你拿出来的就是一些夸张的表演性的东西,跟任何具体的人都没关系。 而且这样做,连奥威尔和修摩所说的文风都改了,它会制造出一大堆语词。A,无主句,整个句子没有主语。B,有主语,但是主语没有具体的子带。 它可以指任何人,也可以不指任何人。任何人如果神经过敏的话,都可以说这是在说我,任何人如果神经不过敏的话,都可以觉得这是干我屁事。 好吧,这个东西的组织度为名。有组织度的东西是,托马斯的儿子托马斯控告约翰的儿子约翰,因为他的爷爷曾经答应过我的道路通行权,然后他就在我爷爷曾经走过那个道路附近,修了一条水去,把那个道路给隔住了,我要求赔偿。 牧师先生,你说吧,到底谁有理?牧师怎么判,无关怎样,但是他必须要说一句话,因为他是本乡的牧师。 像林玉堂他爸爸是当地的小牧师,后来就说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他的教民多生儿子,比佛教信徒的教民要生的儿子更多。 因为当地的教民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他不得不替他们祈祷说,张三希望他生一个儿子而不要生女了,因为当地很重要的亲女,好吧。 这件事情显然不是从圣经上出来的,但他作为一个乡亲牧师,他不这样就下去了。 他,按照我上述的那些高明的中国基督教信件,这显然是很坏的行动,这绝对是圣经上没有的东西,但是他是有点组织度的。 他因为比如说是习岛生男,而教民真的生了男孩,教民很合他的话,下次他说一句话,这个教民真的会听他,他的老人家就有点组织度了。 然后你这个论证爱与和平,谁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或者要做什么,你论证下来的东西很可能拿得到博士学位,但是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具体关系,你一个人号召不动,你的组织度为零。 至于事情怎么会这样搞出来的,首先第一步是从民主国,绝对君主国开始的,等于说是小共同体的权力和责任,有一部分被中央拿走了,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武力的权力。 例如,穆斯说了一句话以后,他可能不服的,他就去找男爵了。男爵说,你约翰的爷爷约翰当年在我跟诺曼底公爵打仗的时候,曾经自告奋勇地去替我扛军旗。 过了四十天,我的其他富翁都说,老子跟你祖爷爷签署的调业已经到期了,我们准备回家睡觉去了。而我老人家正打得正起劲,而且眼看荣基莫斯,正好出来最有利的时候,我回家睡觉去,我不是白打了吗?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好了。 而唯有你爷爷慷慨壮丽说,不管我祖爷爷是什么做的,现在我就要跟着我打。我率领在极少数特别忠诚的部署,一路打进了洛曼底。如果没有他们,当时我就只有回家了。这么大的功能,我能不记住吗?不管你有你还是没你,我都要算你没你。 所以,牧师算个球,牧师不过是个读了几句拉丁文的书呆子,有本事他跟我打架,我可是世世代代都会打架的。然后双方就掐了起来了,牧师说,这样是不行的,你这个男爵还是不是集中途了?我要到罗马去上钢,但是我没有入会到罗马去上钢,我就进去找了罗宁大主教去。 罗宁大主教就把这件事情记住了,他就直接跑到罗马去,有点不给法兰西国王面子,所以他就跑到巴仁去向法兰西国王告一这个预状。 然后,法兰西国王正在这时候,因为诺曼底的伯爵,跟英国国王签索了一个对他不利的贸易协定,正在看诺曼底的人都不顺眼的时候,觉得无论有里没你,正是我给你一个颜色看的都适合过了,让你们弗兰德人不要忘记,我们法兰西才是你们弗兰德真正的太上皇好不好。 我说你没理,于是该男爵觉得事情不妙,就赶紧去找他的伯爵。伯爵一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件事情,我就不让你们胡闹了。 你这个男爵小事弄成大事,害得不给法兰西国王闹别扭,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法兰西国王已经已经向热拉雅商人借了五百万金币,现在恐怕是暮已成舟,我不妨还是不行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把我的女儿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让她率领两千名弓箭手渡海来援助我吧。于是这些事情就变成英华百年战争的一个导火所,然后接下来事情就各种巴拉巴拉巴拉下去了。 等到绝对君主国上台以后,这种事情就不再发生了。各位男爵可以轻松一点,不用负打仗的责任了,牧师也就不用担心随时被男爵痛打一顿了,但是她的权力,她号召教宾的权力就受到了相应的损失。 但是最大一次损失是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做法。后果就是,历代圣诞节的小女孩挨动的时候都是找牧师去的,现在她要找国家了。 于是,牧师的用处,最传统、最核心的用处被咔嚓砍了一刀。最核心的用处是社区和家庭,然后比如说离婚法或者之类的东西就通过了。 你想,爱尔兰和意大利的那些天主教会为什么死活要反对离婚法?这跟他们是有极其重大的立体关系的。 因为教会是以妇女为基础的。向来十九世纪的政治常规是,男人可以是自由派或激进派,但是女人也是谦诚的天地教徒。 而男人为了搞开明是想在家里为他的女人拖后退,他们家的女人要为男人的灵魂感到担忧。 而且是非常有理由地认为,一个中年男人一旦相信了自由主义,那么他早晚要闹出离婚案,或者是他对中年以上的黄脸婆不利的种种行为。 教会维持妇女的利益,如果离婚法案通过了以后,教会最深的一条根就被斩断了。但是离婚法案还是通过了,因此教会受到极其沉重了那些。 你的组织度降低了,尽管你的神学家的博士学位大大增加了,但是你却不像是以前那些很土的、没什么学问的土牧师那样,他一举一动能够关系到他的教民的切身利益。 而你现在就算主持一个教会的话,也跟俱乐部是差不了多少的。人家想来就来,自由的不得了,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想跟你一见一致就一致,想一见不一致就不一致。 约翰娃那个时候,教会跟国王闹翻了,他教会举行总罢工的时候,就等于是学校、医院全部关门。现在教会如果举行总罢工的话,好像大家觉得,妈的,我只是周末去俱乐部的时候少了一个选择余地而已。 像现在这种情况,你能怎么样,你不能怎样,你只有去爱与和平。爱与和平只有用夸张的表演,就是说比一般的爱与和平更夸张的爱与和平,但是那些东西都是表演性的。 然后,收收收的你身边出现一些穆斯林社区,那些穆斯林社区一天到晚派出几个沙利亚法杰家人在街上揪住穿着暴露的女人说是,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这样是下地狱的。看见有人买酒,他就说,你是不能喝酒的,喝酒是要下地狱的。 于是,大家就说,哇,穆斯林入侵英国,这样怎么的东西,基督教是多么好,穆斯林是多么的坏。但是我得提醒你注意一句,这句话是毫无历史感的体现,不要说是倒退到19世纪,倒退到1930年,安兰德和麦卡锡的那个时代。 那时代你到美国去,在任何一个火车站,也可能除了东西海洋和芝加哥,我觉得芝加哥都不能意外,甚至纽约都不见得意外,中西部小城市肯定是这样的,你一下了火车站就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滴滴滴,哒哒哒哒,有人提着管风琴唱的赞美诗,向你走来,然后他看你只像一个外地人或者心里人,他就会说,兄弟,你辛辛苦苦挣钱不容易,拿去喝了酒让你老婆孩子挨饿,这样合理吗?千万不要喝酒,耶稣爱你,你一定不要喝酒啊。 如果是看到女人穿得不整齐什么的,他就说,姐妹,你要懂得爱你的丈夫,顺服你的丈夫,这两家事情到底有什么区别,除了宗教信仰,纯宗教理由的话,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讲,他们管的是同一类型的事情。 而且你可以说,这些粗鄙的传教士,没什么文化的传教士,看着你像是一个意大利来的或者东欧来到美国来发财的移民工人,他就会说这上述的话来。 如果你不是,或者你自以为你不是,你觉得受了伤了,你就会喊道,这里是俄国吗?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这是美国。如果大家脾气好的话,他碰一种钉子也就走了,如果他脾气不好的话,他也会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难道我不能传教我,然后你们就会打起来,然后你就会到警察去告诉他们骚扰。 那么整个故事就会跟伦敦布斯林一模一样了。十九世纪的时候,甚至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你觉得这些粗鄙的家伙是不是很让人讨厌,但是新移民、意大利农民和西班牙农民、东欧的犹太人不是这么看待的。 因为这些人说完了以后,他会说,那你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基督教青年会有免费的宿舍给你住,你来吧,我们给你兄弟一样,我知道你们是新来人,现在是最需要官员的时候,你住了他的宿舍。 然后他认识很多老公,他可以给你介绍工作。如果你没有太太的话,他有一些女工可以介绍给你做太太。 然后很快的你全方位生活,都在当地教会,就是你下了火车,你从东欧、从意大利带着行李,在本地举木性下了火车,认识第一个人,主动找上门来为你提供社会服务的人,就是尚述的讨厌鬼。 我觉得在伦敦或者巴黎街头发表尚述演讲的那些沙利亚化学家,他们招人讨厌可能是认出了人的,认到飞幕式的人。他们说这些话的对象很可能是从莫罗国或者阿尔及利亚人的新营营,他们干的差不多同样事情。 如果你觉得这些人都很讨厌,他们滚,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波罗尼亚的火车站,从拉布勒斯来的意大利农民下了火车以后,第一个就向他走过来的人说:"兄弟,你是工人,我们也是工人。你在乡下受主教和黑手党的剥削,现在进了城,资本家在等着剥削你。 不过,我们波罗尼亚共产党党支部欢迎你,我们给你介绍工作,给你罢工今天,来吧,我们给你兄弟一样的爱。如果你没有娶媳妇的话,我们这儿还有一些理工可以介绍给你。 为什么意大利共产党在波罗尼亚长期执政?因为在火车站或者接农民工进城的,是党支部无害的。 如果你要问,波罗尼亚的天主教会跑到来干什么呢?答案因为是,因为他们是领工资的国家公务员,所以他们缺乏到火车站去接人的积极性,他们觉得自己坐在房间里面读希腊、罗马异教作家的书,显然比到火车站去像推销员一样跑来跑去要舒服得很多。 为什么英美有这样的?因为英国国教会没有什么权利,而美国根本不宪法经营你搞国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必须自己去拉信徒。能搞到几十个信徒,那就是个了不起的步道家,所以他们就逗到火车站去拉信徒了,于是就出现了上述的心态。 而桑巴特所谓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为什么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原因就在这里。 对,因为德国的普鲁士的新教会,从教义上来看,肯定跟英美的新教会更接近,而跟天主教会差得远,但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看,他们跟法国天主教会一样都收了国家的工粮,是收入有保障的国有企业员工,因此他们跟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性质、英美传教是不一样的,所以社会主义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兴起了,而在英美成为的兴起了,原因就这么简单。 前一段时间,何清廉他们那些,我称之为费拉右派的公司,抱怨说是,美国一向没有社会主义,现在又怎么又有了?AOC或者什么游主党议员又开始公开鼓励社会主义,我闭上一定能想出什么原因。 就是刚刚到达纽约的拉丁移民或者他什么新移民,他们下船或者下火车的时候,没有那些令人讨厌的传教士,像美国所谓追救护车的人,像苍蝇一样围过来,兄弟,耶稣爱你。 原因就出在这一点上,像门肯那些刘异时代的知识分子,看了这些人就是讨厌的。有一部小说是被马克思赞扬过,所以它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区学生的必修课,但是从文学资料上很差,所以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一般都不怕放在眼里。 但是它在社会史上有一件意义,它叫《美国的悲剧》,是一个左派记者得来才写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故事情节。它的故事情节是,主人公的父母就是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文化层次很低,但是充满喜乐的土别基督教徒,他们认为为善罪乐,尽管他们家里面没有什么钱,但是他们有点时间也不想出去挣钱。 他们就去干那种到火车站去就喊兄弟姐妹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儿子就很烦他,他儿子对他们这种道德说教极其反感,感觉就像是《大话稀肉》里面的孙悟空那样,对唐僧说:"哇,你先是昌盖瓦票,我受够了。这里是美国,大家都能发财致富,别人都去发财致富了,你还说你一先到人家给我为善罪乐,你倒是为善罪乐,我可不快乐啊。 现在我想没有办法,等我长大了以后,我才不跟你们为善罪乐,我离家出走,我去发财去。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照他父母那种基督教研教主义这场,中了撒旦的诱惑,以为今天是最重要的,信仰一点都不重要,认为你们这些为了信仰而不在乎挣钱的人过了什么日子,主观上以为你们很喜乐,我不喜乐,我去挣钱。 然后为了挣钱,他最后变成一个杀人犯,为了钱而索性杀了人,最后进了监狱。当然,如果他父母知道的话,那肯定就会说,这就是因为你背离信仰的结果。 这一点也没有错,你当时听我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混的话,你怎么说也不会有这样的下场的。那点钱真的有很大的意义吗?为了一点人钱,牺牲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好处? 但是按照德莱塞尔社会主义的观点看,这是因为你没有接受社会主义先进洗礼缘故,你们下等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之下是永远不肯有发迹机会的,宗教迷了你的心跳,让你对罪恶的资本主义相安无事,以为罪恶的资本主义是合理,你只要有信仰就行了。 我这个社会主义者要通过你的教训教育大家,一定要跟着党走,跟着党走搞斗争你就没事了。当然,如果真的党到了他的身份,他也可能跟着党走的。 比如说,在他那个时代,他跟着党走,党就不会让他去为了几个凑钱,自己去杀人,为了自己发钱的,而是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受教育。 然后,1958年他送到莫斯科接受训练回国以后,就会跟着一些北朝鲜的间谍、东德的间谍,跑到墨西哥去扔炸弹。 因为只有炸垮了美国支持的墨西哥资本主义傀儡,广大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和中国的情况。 这又是一个基斯罗夫斯基的命题。你一件火车站的时候可能遇上三种人,一个是无产阶级可预计上三种人。 第一个人是凡死人的,也没啥文化的土别基督教传教士,第二个人是共产党的政委,第三个人是一个发财滞河的商人。 这种事情,知识分子特别理解不了,包括飞拉右派的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上述的沙利亚传教士在伦敦做以上的不要喝酒呀、不要穿着暴露呀之类的可恶兮兮的说, 他们就说,你们简直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绝对是你们造成的,我们绝对不能再英法式行沙利亚化,否则你们都变成恐怖分子了。他们又把事情给说反了。 恐怖分子先放在一边不说,先说打砸抢分子。实际上,打砸抢分子就是美国的悲剧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类似物,他们的父亲就是相当于土别基督教原教族主义分子的穆斯林原教族主义者。 他们会告诉你,为了真主的爱,如何如何穷点没有关系,我们在墨洛哥的时候更穷。到了法国以后,虽然比法国人更穷的话,但是比起以前墨洛哥的群体已经富裕不少了,大家知足吧。 然后,如果儿子上街去打砸抢,唯一能管住他的,就是他们社区的沙利亚化的传教士之类的,他们可以拿出古南经济权威。 当时九三区暴动的时候,就是这些跟克莱德这些美国土别传教士这样的穆斯林长老跳出来说是,以真主的名义,你们要回家呀,你们的父母在家里面想你呀,不禁父母是违背真主意识的,你们怎么能够这样不尊重真主的法律呢? 那么上街打砸抢是什么人呢?是二代或者三代工人阶级,美国的悲剧主人公其实也就是这种二三代形象。第一代人是安平乐道的,他们觉得做了美国工人比起美国资本家的更穷,但是比起原来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是因为穷的去杀人的,第二代人他就不那么强了,第二代人他就说我天生就是美国人,为什么我天生就这么穷,你天生就这么富。 如果有共产党来找,他就变成社会主义了,没有共产党他就自己去杀人去了,如果有教会带着他的话,他就会比他的父亲这一辈更富一点,让他的父亲觉得你他妈这么便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但是他还是会觉得他跟土生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后裔还是有点不如,但是有教会在的话,他很快就在教会里面 学校会建了给他的姑娘,他不会再有什么问题,第三代、第七代下去以后可能就没什么区别了,这就是路径上的不同。上街打打抢的就是穆斯林的二代和三代。 我看汉语圈的基督教保守派和费拉右派的舆论领袖,这件事情都是一窍不通的。首先,穆斯林并非有完全一致的生育率,就是说在欧洲的穆斯林,二代、三代跟第一代不一样。 第一代人是最安分手机的。第一代人六七十年来的时候,法国议会没有一个穆斯林医院,从来没有人考虑他们存在,他们是经济动物,只挣钱。他们觉得在法国挣钱比在老家挣钱多了已经很满意了,他们不骚扰任何人。 第二代、第三代出来就觉得,妈的,我比法国本土人要穷那么多,失业率高得多,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跟他们平等的,各种事情就出来了。这种时候同样的差异就出来了。 恰好是,伊斯兰兰教信仰比较虔诚的那一部分,他会安分手起地待在家里面,按照古南京要求去孝顺他的父母,听他的长老讲道读书学习。 不大清养不大虔诚,变成世俗主义者,或者是积极变成法国人,主是什么,无论我们是阿尔及利亚哪一党派,是过去是怎么样的仇敌,但是现在我们都是北非裔法国人,我们应该为北非裔法国人争取权利。 这些政治化人,是他们上街打到墙的。他们上街打到墙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像克莱德,也许自己独立去换救,也许会遇上共产党政委一样,就有可能遇上恐怖分子招募员。 这个恐怖分子招募员的其作用就是德莱塞那个时代共产国际政委的招募员其当中,他也面前有一个三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他父母带他去的教区长老,就是那些一天到晚让着女人不准穿着暴露,穿着暴露算什么,真路要惩罚你,那些人。 一条路就是自己去打到墙,就像是法国暴乱中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的,我看你不顺眼,你这么有钱,我砸你汽车。 砸了汽车以后,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第三条路,我们根本上给你解决一些问题,我们那三家革命吧,推翻万恶子卡辉勒的统治,这些革命家,也就是这三条路。 其实这三条路是普遍适用的,比如说有一个故事,我下面来讲一个故事,它概括了整个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的远东历史。 吴越有一个小地主,有几个钱送他儿子上了学,在上学之前为了防止儿子捣乱,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给他在本乡取了一个贤费的不得了,除了儒家思想也想什么也不知道的欺负,酸住了他的心。 然后他上了中学,又到苏州或者领坡的地方去上了一个中专或者什么差不多的学校,然后就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 半冲不冲的新闻记者传递开了先进思想,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认识了一个女学生,他顿时感到,如果没有那个女学生倒也罢了,他可能就是说说而已。 认识了一个女学生,他顿时感到家里的房女后十分讨厌,于是坚持要跟那个女学生结婚。家里面的父老立刻就搬出本地的儒家长老来压他儿。 而且全乡下的三公六婆都一致地表示,你搞的那个女学生只是你的姨太太,我们都认识了这个既孝敬父母又和睦伶伶俐,简直像是儒家女德班出来的那个标准好媳妇的好媳妇,才是我们认识的,比如说她姓刘,就假如她姓刘吧,刘家大少爷媳妇。 就算是你跟那个坏女人撇居了,我们也只认你在外面娶了个姨太太,大媳妇的地位,我们铁定了,我们父老乡亲一致认为就是王小姐,绝对没错。 你从无锡搞那个赵小姐,无论她是什么人,出生什么,她只是个福利金,我们顶多承认她是姨太太,于是该福利金自然而然,对该男人十分不满意。 我还不知道你跟我谈天爱的时候,你家里面已经有了老婆,这算什么事情了,你给我交代清楚了。 然后她就在乡里面跟反动地主和反动封建思想被反动封建思想感染的广大父老乡亲做了一系列的斗争,因为她斗争的唯一的武器就是嘴,而她嘴依靠的只是一些上海报纸上的各种碎片化的言论。 她是财权和其他权力,全都掌握着那个万恶的地主老爷父亲,广大的贫下中农乡亲或者地主共同乡亲也全都不支持她,所以她狼狈地斗败了。 于是,她愤怒地带着她的女学生妻子跑到了上海,相信上海是自由民主的西方势力的天下,在商人那里可以过一趟好日子,让那些土包子好好照一照。 然后她到了上海发现,在上海发财的是一些卖洗发水的商人。经过科学家研究,该洗发水用了以后的效果跟没有用完全相同。 但是,因为该洗发水的商人很善于在报上登广告,而且在报上登广告的时候还放了一系列女明星的头像,所以她发财化的真不少。 该商人对该进步青年说:"要不你就帮我带广告都不做事了,我们再来就是有文化人太少。你给我写广告如何?"该进步青年说:"什么?我这张先进人怎么能给你写广告啊?请你看,我给你写一篇启蒙运动的雄文,你发表这个,那是多么伟大的事情。 该商人看了一篇以后,这篇文章我看过,它的内容99%是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在申报上已经发表过了。你一定要写这个文章也可以,我是个好人,我不勉强任何人。我跟申报的编辑认识,我给你打个电话。申报的编辑看了他的文章说:"算了,你写的文章跟胡适和鲁迅一模一样,而你的名称又没有胡适和鲁迅大。 我写任何一个扯淡的文章,哪怕是骂张三里士的文章,只要放上胡适和鲁迅的名字,都有人看。放上你的名字谁来看啊?我爱莫能够,我的市场就这么大。 于是,他跟他的照片也就只有住在歌笼里面,像江青同志在上海一样穷困地聊到。于是,他通过切身的体验,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万恶,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解放,然后通过他在地摊或者进步苏联里面看到的小册子,显然只有在推翻封建主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起推翻,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话是托罗斯基说的,然后被瞿秋白翻译了以后,又被张秋白、李秋白、王秋白和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小报记者写成小册子里,然后被他看到,然后他就去寻找组织。 他像江青同志一样,在某一个罢工、闹事或者是发传单的场合,被一位党委书记发的传单抓住了。党委书记说,你是一个有志于革命和进步的理想主义好青年。 你在万恶资本主义压迫之下是过不了的好日子的,我们送你到延安去培训。然后之后就送他们俩到延安。到了延安以后,组织对他们继续研究和考察,决定把他的赵小姐分会跟经过长征过来,已经年过四十还没有媳妇的红军老干部,以便更好的发明革命作用。 于是他顿时感到愤怒,说为什么延安也这样,延安不是完全平等的地方吗?于是他就被抓进了学习班。 康生同志派来的苏联老干部对他用苏联送来的先进技术严刑考虑,要他承认他是托派分子派来的见解。如果不是托派派来的,那你是国民党派来的,或者是满兜国派来的,或者是日本人派来的。 他已经招任了,熬不住打就招任了。招任以后,第三天就要活埋,第二天他的所有同胞都被活埋,但是第三天他突然被放回来。领导干部告诉他,组织是宽大无边的,只要肯认错,组织都可以任用你。 前天我们得到消息,重庆和谈破裂了。党现在需要很多干部到白区去工作,所以党决定宽恕你们的罪恶,请你立功赎罪吧。 然后他顿时感到从地域门口回来以后,然后就跟着解放军南下了,南下南下打跑了蒋介石了。作为工作组的成员,为了戏剧化一点,虽然实际上不大可能。 他一般来说作为工作组成员不会被派到自己的家乡,原则上应该是异地为官,五湖四海。但是我们为了戏剧化一点,按照文学创作的特权,我们就说他被派到他的家乡。 现在他是土改工作队的特败养。我说谁是地主,谁是地主,我说谁是恶霸,谁是恶霸,我说谁是反弹,谁是反弹,哈哈哈哈,你们三公六合,现在终于落到我身边了。 现在我主办阶级成分跨分,由我来跨分阶级成分,当初说我的女人是一太太郎的人,我统统给她跨分成为反弄地主,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下去。 当初说我自由恋爱是取一太太的那些三公六婆,当然还有那些一头发白胡子的师叔先生,统统给我抓进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思想。 然后让我武装起来的民兵好好揍他一顿以后,打掉他十几颗牙齿以后,他又自然地不敢开口闭口,孔子先是如何如何,你们伤风败习,你取了一个光胳膊的女人来搞乱本地的风俗。 现在他们就要在你这个特派员面前痛心忏悔,我糊涂我糊涂,我本来是出身贫下松龙,只是读了两本儒家的破书,一辈子又是交之一句小学生,地主老财花的财从来没有我的话,做官也从来没有我的话,我是穷人啊。 我怎么会糊涂用摩洛西帮着地主阶级去传播服务界的伦理呢?幸好您的特派员大人大一用毛泽东思想启蒙让我,让我意识到,啊,我是被活学阶级,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讲孔子的破书了,我要把打到孔家店用剩下的余生来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情绪。 请看,特派员老爷,您能不能为我在公立学校保存一个教师之类,要不然我实在是恶子社会好乱。 然后,在这个时代,他就像西南联带的慧孝通、明母那些专家教授一样,顿时赶到,毛泽东同志才是武士运动真正的继承者。民主和专政一点也不矛盾,确实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但是自由的好准不强,他一回程就该能上反右运动,一批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他老人家去延安的时候,还在阳台里面或者幼儿园里面的革命青年跳出来说,你是右派,你是知善阶级反动权威。 虽然他的反动学术权威只不过是写了一些传单小册子而已,但是在那些不学无术,是在1950年这开始上学的革命青年看来,你已经够资格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了,然后你就被打倒了,然后你变成右派。 如果当时没有打倒的话,你也会在文革市被打倒,所以在哪一个阶段被打倒,好像关系已经不太大了。于是,你不久以前当工作组组长的时候,为了那些儒家师叔先生准备的学习班、武器干液之类的地方,在那里,你为了表示你组织误会了,其实我是个忠贞的共产党员。 你非常宝贵地藏了一个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一有就就拿出来带,然后被红维冰小强发现了。哇,你也配戴毛主席像章狠狠地揍一顿,然后你就愤怒地说,天哪,难道那热爱毛主席权力也要为你播这个吗? 然后,无论如何,你表示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所有行为,只是使你挨了更多的揍。 同样在牛棚里面跟你一起被关的那些儒家老太婆,日子倒好过了很多,因为他们已经承认他们是带着花干液脑袋的人,我们就是反动派,我也认了,我再也不想回到革命队友员。既然你已经知道你是反动派了,我们就懒得拷打你了。 而你的家伙不一样,你还要说你是革命的,你是革命难道毛主席犯了错误?不行,要狠狠地打,不打你怎么认错误呢?而人家已经老实承认了,他就是统能子弟,好吧,本来就是反动派,我们也就用不到拷打他,迫使他招任了。 于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没有被打死的话,1978年以后你就突然被平反了,召回了北京城,国家为你补发了十几年的工资,给予你老干部待遇,因为你是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 然后你就一想,啊,你就像苏武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一样,你就想,哎,我这陈的一辈子看来还是得回归武士啊。 这时候搞改革开放,党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场访问美国,有时也包括你战内,你到了美国以后看到美国这个那个,哇,汽汽汽汽汽车火车好先进哦,你就变成一个改革开放的激烈追随者,强调改革开放是多么多么的好。 直到有朝一日,你在美国考察以后去了美国的一个学校,这时候正是里根政府当政,当时美国正在打官司,说是公立学校的基督徒学生可不可以做祈祷的问题,里根的意思是说当然可以了,你们不信教也不能干扰别人,信教人如何如何啊。 然后他就看那些基督徒学生吃饭以前,画了一个天赋,感谢你们吃我一美日食料。于是他今天吓我都吓掉,啊,这不是朝情室晚会报吗?我好不容易回到了五四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终于认清了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唯一的真相,来到了自由民主的灯塔广美国,然后看到你们居然是一帮愚昧的基督徒夫,你们也在朝情室晚会报,我的心都碎了,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好不好?我不是一心来发财的。 这样做怎么能行呢?哎呀,哎呀,哎呀。然后他回到中国,就变成一个两头真老干部。这个故事浓缩了从丁林、刘和珍、林昭那个时代直到王晓波那个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人的整部历史。 当然他们大多数只经历了这个故事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片段,他们全都合适了同一个人,把他的宿命拉得这么长。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要么是领主制度的,也就是说你负责给我提供安全保障,你负责出钱,我老人家只负责动嘴和动嘴,要么甚至是腐蚀性的。 就是说,我老人家这么高明,结果还是动不动像贝特兰罗鼠所领教的那样,一个好像在我做高僧演讲的时候全程一个在也没有听懂,一直在打瞌睡老太太,等我讲完了之后突然站起来说一句话,你说得很好,但是我听说你是一个不是你上帝的人,所以你一定是不讲道德的,我整个面子都没有了。 或者我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大哲学家,一个亚里斯多德的大哲学家,像阿维罗伊一样,我在各位苏南和哈里沙的宫廷里面混得风声水起,各位民将都付了很多钱来请我去讲课。 远方的基督教世界也把我的文章翻译起来拉丁文,但是就有一个大哲不识几个的普通的沙利亚反学家,跟阿凡差不多的沙利亚反学家跳出来说,呸,你们哲学家算什么,你们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比你强很多,你们为了智慧而牺牲的信仰,你就要下地狱了。 他去的没话说,也只能写一篇文章来愤怒地博持这种蠢才。如果说他在儒家世界,那就是李卓吾这种人。他写出来的伟大文章使北京城的文人学士感到感动,甚至连耶稣会士都知道有他这个人,觉得有必要来反驳他的无信仰、无神论的理论。 但是,麻城县的乡称们却觉得,你写书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理论上怎么讲也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你怎么会拿你的书给我们的太太小姐看呢?让他们看了这些书以后,我们还怎么让他们架人,怎么让他们手护到,我们一定要把你抓进监狱。 然后抓进监狱,有时候他在北京的朋友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好像太过坏了,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北京来。送到北京起来,他就没事了,他如果留在北京的话,其实是没事的。 或者顶端让他遣送回籍,也就是说让你退休去安慌慌写书,写出来书只给上个人看就行了,不要让那些负责维持风化的下等人看到了,我们也好歹是让官方人士,不能说不让他们维持风化了,你就不应该给他们打交道了。 卢梭他们当时也是这样的,他们写了很多书,使得叶卡吉林那大帝和普鲁士国王觉得有必要保护他,但是他们住到乡下来,乡下的牧师就耗扰了他们的教民,拿石头来砸你的皇族,这个万恶的无声论者是败坏我们乡下的梁户美书。 故事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想要怎样的社会呢?如果自分子想要的社会是这个样子的,社会秩序一切良好,免费地提供安全和秩序,而且全世界都要佩服它的伟大智慧,但是这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那里。 如果你一定要启蒙这个社会,把所有的人没有什么理解力的普通皮特中农都启蒙得跟你一样,对所有的社会规范和他认为天经地理所的社会规范都抱有反应的态度,那么这个社会立刻就会变成强盗变地,同时政治混乱,所有人都想当国王和皇帝,谁都不服谁,大家都知道别人会暗算你,所以必须用极其残忍的仇人来暗算别人。 像意大利文艺夫妻是这样的情况,法国人或者西班牙人打过来,尽管比你要穷五十,被盗一百倍,大家都争先口气投降了,因为那些蛮族非常愚昧,他们的国王说什么他们都会相信,他们死活都不会背叛国王。 而我们都知道,我们手下的大将、大臣随时都希望借助法国和西班牙人的力量来把现任的公爵推翻,好像自己当公爵或者当大臣的,所以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一来,比他们呼一百倍的意大利各国所向披靡, 所有的名士大臣都纷纷出去投降了。拔芬奇侍奉了那位卢德维克·摩尔公爵,他是依靠串他子子的位上位的。 他说了很多抗战的狠话以后,领久的时候给陈防司令留了几万个金币。法国国王十年都挣不到几万个金币,然后留他手层,自己收了一下跑到奥地利区投靠,也完了奥地利区房地去了。 然后,该大将是出身微贱的无产金币,被他提拔到大将的位置上,又拿了几万个金币,然后立刻就把那几万个金币献给了法国元帅,把整座敏丸城和全部财富都献给了法兰西的军队。 法国人没有留一滴血,就拿下了民主大意,像满洲人下江南一样。好,启蒙知识分子获得成功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只有在他们尚未获得成功的那个时候,才能够一面骂那些余位的群众,一面依靠王公贵族的保护,从容不惑地过日子,过犹不及。 等到每一个幻境一样,乡下苏生都为他们启蒙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妇女就连怀孕生产的安全性都没有了。 因为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父亲都是经过了启蒙的人,随时可以对她离婚。如果她没有生孩子,她的损失很少。如果她生的孩子带着孩子的话,她就真的很惨了,她不敢生孩子。 她最好还要像江青同志一样,也学很多革命理论,随时可以背叛丈夫、夫妻或其他人。她不再像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文人学士那样,如果她的男人找了一个女学生,婆婆公公和三亲六亲和周围的名义就会站在她一边,现在她的事都是功利无援的,大家随时都会相互破坏。这样的社会,濒临解体,而且在人口的意义上是倾向于自我灭绝的。 这样的社会就是我所出生的那个社会。我现在再给你讲一个故事,我正是具体名字的。这个人叫尖兵,他是我出生的社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支援部,在我出生的那个时候叫做地质部,一个派出单位的一个科长。 他的老婆替他生了一个儿子,过了两年那儿子犯了什么病,也许受了伤,残疾了,而且被医生整容也治不好了。当时是八十年代初,计划生育正在执行的时候,他有这个残疾的儿子就不能再生了。 相反,如果他没有儿子或者儿子死了以后,他就可以再生。于是,他就把该儿子,那是一个年龄不到小学的儿子,就是七岁以下的孩子,关进一个像猪圈一样的小圈里,准备把他活和饿死。 他饿了很长的时间,饿的时间比该父亲所希望的时间要长,是因为过路的小孩或者其他什么人看那个像动物一样惨掉的卑鄙,十分可怜,会扔一些残于自己吃不完的食物之类的给他续命,但是这样后他最后还是死了。 然后他的妻子未能像他希望那样给他生出下一个儿子的,而是经历了打击,就疯了。这个人1991年时我上大学的时候还遇见过,至少他在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他当时正在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流浪猫为主体的运动,以维持他的存在感。我觉得他应该已经退休了,但是我对他也不是很清楚,就是他当时是大人,而我是小孩。 他给我的童年造出一点威胁感,就是因为我当时还是小孩,什么也不懂,但是我隐隐约约约觉得,如果小孩可以被这样对待的话,那么我自己其实也是很不安全的。但是无论如何,确实没有人会管他做这件事情。 后来我渐渐知道这种做法的来龙去脉了。共产党在斗地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枪毙了老地主以后,把女儿嫁给贫下中龙,妻子女儿分给贫下中龙,然后把儿子关在猪圈或者类似地方,让他们活活饿死。 也是有好心肠的、不忍的贫下中龙,偷偷送死路给他,但是也是过不了多久,最终还是要全部饿死,因为男孩将来以后会为父报仇的,女孩嫁给别人是外星人,不算这样了。 他可能是跟老革命干过或者诸如此类,因为他是复原军人,学到了这一套。 然后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单位里面各派系相互斗争的时候,对待第一队派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要注意,中国跟苏联有一个重大的不同。苏联如果是要整人和克格勃出来,专业人员来审判你,就是说你逃不掉了。 而在中国,由于毛泽东控制不了安全系统,安全系统是由苏联系干部控制的,而苏联系干部是毛泽东主要打击对方,所以就搞成混乱的状态。 各单位自己整人,大家都施舍监狱,我们派系抓到敌人派系,就把敌人关起来,用类似当初斗地主的方法把他们扼到死。敌对派系抓到我们也是这样的。至于哪个单位或者是哪个地区,哪个派系站上来,这是说不准的。 如果从看观点的话来看,好像他们全都是讲毛泽东史上,其实背景各不相同。在有的地方,比如说在我那个单位,甚至有可能是反动派整个革命派。 因为等于说是这样的,我所在的那个社区就是阎锡山的后人、陶瓷岳的后人和其他国民党的军阀系统的后人都在这里面,他们一般都变成了技术人。这也是有阶级上的理由的。 就是说,你想,南唐还有吴越那些大臣会变成什么了?他们到了宋朝去编太平广汽去了。明朝那些士大户变成什么了?大清朝开了博学红旗科。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前选的统治阶级,要让你直接投降了,你没有什么面子,因为你不是老革命,你看到像个叛徒。 同时,从容之时也不信任你,害怕把真正的权力交给了你像姜维一样叛变。但是让你完全在民间在野,那也不对。 因为你毕竟不是贫下中荣,你有一定的能力,你只能就搞出什么反动活动了。我们必须统战你,把你圈住,给你俸禄让你不来闹事,同时让你在我的脸皮底下,让你也闹不了事。 那么最好的工作是什么?文化工作。你们至少还是有文化的人。在宋朝、下江南这些人,你们就编太平广级吧,从事文化事业。在大清朝就是开博学红旗科。 在中华人民共同学,你们这些前统治阶级的子弟,比如说袁世凯的孙子是什么的,你就当专家吧,你不是有文化吗?我们不能把官职给你。得到官职以后,随着你干嘛,但是直接把你搞成贫下中荣,可能你就要在民间胡闹了。 所以就给你比一般干部,当然比一般工人阶级更好的待遇,你变成被赡养的专家。这就跟当初编太平老级是一样的。 所以我上中学的时候,几何课的老师就是蒋介石任命那个新疆总司令陶世月他们家的任务。 所以我们那个单位,叫当时的情况叫单位兼社区,是一个极其奇怪的组织。它同时有密度极高的反动阶级,因为它是技术性的单位,同时又有共产党派来监视一位反动阶级的人。 然后文化大革命一起,双方都打折捍卫毛泽东的旗号,相互斗争,而且还是反动阶级那边,因为他们毕竟是文化更高铁,比公农干部还强多了,讲的理由更加头头是脑,反而把真正属于公农干部的那一批给整得你死我活。 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你以为按照他们的嘴上说的辞令去判断他们,那就会犯极为荒谬的错误。所以上次我提醒你,不要把诸夏爱国者当一回事,除非他们杀了二百名康民作为同名状,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代的人,他们嘴上说的话都是靠不住的,只能用他们的行为来检验他。 拿着敌人的旗子插在自己的头上为了自己的方便,这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干的行,你如果不看他阶级背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认为是有这样的传统,在以前革命时期和文革时期都用过这样的战术,即使在邓小平时代,他也这样用了,法律是没有管他的,没有任何人想着用法律就去管他。这样的事情是公开展开的,就是说是任何人都没有安全保障。 然后我在同一个单位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蒙古族的姑娘,叫施勤。他们家其实也是蒙古的旧统治阶级的一个成员,根据同样的理由也是变成了地质部门的一位技术人工程师之类的。 就在那个小社区,等于说在那个小社区域的地位,它就等于是政协委员了。比如说北京城的政协委员,相当于共产党干部和普通民众就是那个地位。 他的女儿就在上学的路程中间被一群流氓吓坏了,然后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和我刚才说的那位兼兵的妻子一样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 他的儿子后来读成了博士,但是我想,跟他同事的人当中就包括很多被导师或者是领导逼奸了以后被迫嫁给他,然后以此犯着研究生地位的理研究生。 而他自己的家里面就有一个被流氓吓成疯子,一辈子变成废人的姐姐。 还有第三位精神病人,他是食盒子的精神病人。他可能是真的精神病人,也可能是因为像米拉巴那样,因为喜欢说领导的坏话而被领导打成精神病。 但是你要注意,共产党单位的领导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对于编制类人员心本上是没有办法的,他可以指费临时攻,但是编制类人员往往是他的敌对派系指令的,或者跟他没有背景,互有给他做对的使命,所以这些人他只往上指不动。 结果就出现了很矛盾的现象,我可以找人来说你是精神病,这样你诽谤我的话就没人相信了,但是我却没法检查你,而你继续在单位里面一天到晚说的话还好。 我说你是精神病,只是在拥护我的派系当中掌握了一个舆论的武器,免得我在单位里面都找不到支持者。 真正我能指挥的这种人是那些张献忠性质的保安公司临时工资类人。我举一个具体例,就是某一位领导决定用公传买一个新建制,更换一下原来的老电视。 然后该新建制被卖电视公司派来的送货人员一直搬到了办公室里面,拆开了放在地上,现在就差一步他放在电视柜上了,然后他就放在那里。 办公室围绕的电视山面有三个大沙发,三个大沙发上面都坐着广大的公务员等着看电视的公务员,没有任何人愿意起身去搬到电视柜上的,大家都在继续等待。 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仍然没有一个人搬。领导进来以后发现旧电视已经没得看了,新电视还没有人搬到,他仰天长看,到门外去找了一个负责扫地的临时工人,把电视搬了上去。 因为想到任何一个人首先起来搬电视,这是不可能的,搬电视对任何人都没有损害,但是搬着电视这件事情的行为说明,啊哈,原来你是个害怕领导的人。 我们都不怕领导,唯有你怕领导,显然你的阶级地位是最低的,以后找麻烦的事情都会推给你,所以不行的。 这种先例绝对不能开,搬电视没什么的,但是就是不能搬。我搬了,我就输了,一定要离搬。如果是临时工搬,对大家都有损害,好吧,那就临时工搬。 这就是机关单位的正常现象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有战斗力的是张献忠的缘故,他们是临时工,他们不干活,他们是可以解雇的,公务员绝对不会冒任何事,让自己伟大的身体受到伤害。 当然,如果杨家打进来的话,广大的沙发处都要被活活杀的,那是一个面枪杷的力量没有,但是如果外面有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会赶紧加车逃跑的,有事情那是你自己公共的事情。 这样的部队像是明朝晚期的军队一样,其实本身是毫无战斗力的,但是也又产生了政治上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精神病人被我说成的精神病人,但是他说他自己是清醒的很,他是在接我的黑幕。这种人整个都清楚到了,就有一个办法。 时何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某一位法医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去杀掉了这一位让人讨厌的精神病人,然后把他切成续块,你不要以为这是我在编小说。 照王小波的说法,中国不是你写小说的地方,而是你小说发生的地方,你如果这么写的小说是要被禁的,当然这些事情就是在身边发生的。 好了,他在分批处理尸块的过程中,不幸败露,然后他就向他的朋友们求助,于是我们乌鲁木齐的广大法医们就派王鲁去救援他。 救援他的方式就是,给他开了一张精神病鉴定书,因此他是精神病人,精神病人杀了人无罪,精神病人杀了精神病人,于是从国家的角度来上来,精神病人的守恒定义,精神病人的总量保持了平衡,然后一切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你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同跟苏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精神病院会公安局管辖,这件事情是中华人民共同和拷贝苏联的,在西方国家会认为是莫名其妙的,医院跟公安局有什么狗屁关系,但是苏联这么做是为了抓反动分级。 你说的反动分级好像很有道理,有以小说不明真相的群众可能会被你捕获,但是如果我们说你是精神病人,那自然就没人听你了,这比说你是反应力要好多。 但是据我了解,就是柏林的涅腹时代和以后,好像还真没有苏联的一般群众利用精神病人来干什么,都是官方利用精神病人来整的。 但是在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同的情况显然是不一样的,首先就有杨永信同志,他干了其实是同一类的事情。 其次,广大头脑非常活络,绝对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死心眼的伟大的中国爱国者,人人都觉得他自己很够资格把官方的权利拿过来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来来使用一下。 这是另一个精神病人的故事。还有第三个倒霉女人的故事,就是她也是我认识的人,她是在弟子部门的单位里面被一个老干部的子女强奸了两次。 该老干部是山东老干部,也就是工农干部,没什么文化,所以虽然当了干部,也还是她的子女仍然不讨女孩子的喜欢,而她的成绩也不太好,不像是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后裔,像我这样是很能读书的。 所以,她等恢复高考以后也考不上,变得很不受女孩子的欢迎,于是她又去强奸了那一个女孩子,然后就被抓了。 抓了第一次以后,被她父亲的关系弄出来,然后她就第二次去强奸了第一次,这次去报复了。 你竟然敢举报我,害得我进了监狱,我要报复你。结果她就这次真的进了监狱,她父亲的关系往下照顾她。只拿从监狱出来以后,发现那个被她强奸的女孩子嫁不出去,于是他们真的结婚了。 好吧,他们生下的孩子,在我在2009年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我还见到她。她像她的父亲一样,是极不成才,是没有任何女孩子愿意嫁人。 这就是龙骑兵地区、中华人民共同国、体制内人员拥有特权、生活有充分保障的体制内人员,真实的生存状态。 他们是一个按字面意义上讲,是一个断子绝孙的族群。我最后一次离开那的时候,就看到周围全是退休老人,几乎没有婴儿。 相反,深圳就有很多婴儿,是从外地来的各地各样的年轻工作人员生下的婴儿。而且我敢说,满洲、内蒙各地,凡是列宁主义统治的国有企业为了占主要地区社区,全都跟我看得到的情况一样,他们正在迅速地走向断子绝孙的道路。 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假如你是女人,你周围可以选择的男人都是我刚才描绘的这些族群,你敢不敢给他们生孩子?也许你根本不要嫁,反正是最好的。如果要嫁的话,生一个孩子就已经够了,尽快生,不要多生,这是你最合理的选择。 这是家庭,列宁主义文化已经渗透到普通中产阶级。因为我们那种人,和我刚才描绘的那种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当中的中产阶级,普通人都已经学会了用列宁主义的专政方法来对付他的自清骨肉和邻居。 好吧,穆斯林像何清廉那样的费拉右派对穆斯林的生育炸弹什么东西很不满意,一方面这才历史上和现实上是不合格的。 但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我很有把握地说,很土碑的人,包括过去的儒家社区的那些生七个八个孩子,我的祖父辈那些人,无论你是地主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评价中等,都是生七个八个孩子或者至少生很多孩子的。 那就说明女人对她的丈夫和她的家庭还是有信任的。这样的家庭可能是歧视妇女的,认为女人不能上桌师范,头发上剑短之类的,但是他们毫无例外都认为,生孩子的女人要他们负责的供养是天津地的意思。 就算你是下等人,但是养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是体面必须尽的义务,是个人都得做的事情,他们不会说是让你连生孩子都不赶神的。 这样的社区可能层次不高,对于文明来说是一个倒退,但是它不会导致人人灭绝,而列宁主义的社区它会导致人人灭绝。 列宁主义社区的人口是负增长的,它依靠不断培养起来的新干部、新大学的士能人来补充,而这些人一旦进入以后,自然而然被相应的文化感染,然后又进入迅速的灭绝渠道。 它在中华人口就是依靠残余的儒家能力还没有死绝的那些农村人来维持,等到他们通过计划生育和普及教育也灭绝了以后,也就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是这种情况了,整个社会都已经步入了灭绝之途,比穆斯林的情况下糟了得多。 而且,在这个社会有一点是不同于穆斯林的。我敢说穆斯林可能会杀犹太人、基督徒或别的教派,但是至少同一个教法学家统治下来的同一个小团体,像过去儒家地主统治下来的一个比如说刘氏宗族、王氏宗族一样,他们内部至少是不善良的,而且还很容易团结起来去打外人。 列宁主义的家庭和社区都是民意上的,他们随时都会相互传上的。 如果真要算犯罪率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是世界上犯罪率居高的地方,但是统计上这还不是这样。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大多数犯罪活动,不是像六四那样的政治行动不算数,日常的形式犯罪活动是根本不会被统计的。 就是看,你看我出生的社区和我工作的地方,是不是有很多在美国和台湾应该坐在监狱里面的人,正在担任领导干部、公务员、技术骨干和其他人。 如果按照美国法律来审判中国的上的中层阶级的话,一多半都是应该坐在监狱里面的人,他们就是依靠犯罪的手段来维持他们的自己的地位。 与此同时,这并不妨碍他们,比如说搞翻了所有的热带鱼以后,然后又回到监狱里面去,正正有词地发表关于哈耶克或者波波尔的最新心得。 如果美国人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说,他看到一个中国人跑过来对他讲的那些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话,就说这人是自由主义学者或者保护主义学者,我不是这样看问题的,我肯定要看他的阶级背景,以及最重要看他历史上的行为如何如何。 所以我肯定照美国人那种看问题的方法,肯定要被中国人骗,台湾人指不定也会被骗。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好像是,中国殖民者把台湾本土人给杀了一堂,但是至少在台湾本土社会,小共同性内部的友爱还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我在台南走过,我知道过他们社会普遍的那种状态。小孩子有一种直觉的理由,就是说你如果对他杀好,他能看出来。如果大人吵了架了,是要瞒他的话,他也会觉得气氛不对。 我多多少少有这样一种小孩子的遗传,就是说我走到一个地方,能够感觉到我的身上腺素再不再升高。我认为这是那种儿童功能的一点残疑。 我在经过台南的时候,台南被说成是台独法西斯棍子的大肚子,而我的口音和行为能够让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对我是非常友善的。 而且我能够感受到,在那里夜市上刺小路上逛街的时候,你很容易沉入一种生物学的那种不色谤的状态,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周围的人对你没有杀气。 这种感觉就是原始动物在丛林当中走过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感觉到某一段地方有杀气,另一段地方没有杀气。你的祖先能够生存下来,多半时候有这种敏锐的感觉。 好吧,我在北京和上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地方经过的地方,无论你在嘴上感受到,我都可以感觉到实际上是杀气很重的。 我相信他们跟我所出生的地方或者待过的地方一样,其实背后都有几乎此处的历史。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辖区,大体上至少龙岐冰地区和共产党管制的这些地区基本模式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 你随时随地都是在跟犯罪分子打交道,而且下一次在政治动乱的时候,他们肯定会用某一种借口。 这一次可能就不是热爱毛主席的借口,可能是热爱自由盟主的借口,但是实质一样,会用张献忠一样的手段,会用列宁同志一样的手段来收拾你。 而如果你不先下手,或者用其他的手段震慑住他们的话,你是很容易沦为任何记录上都不存在的牺牲品。即使你是出生还可以的家庭,那也不行。 薄熙来就打断了他爸爸的三根内骨。像我说的那个名叫诗琴的蒙古女孩,也是技术专家的女孩。她跟我上的是同一个学校,除了她是女孩子比我吃点亏以外。 我如果真是一个性格软弱,或者在关键时刻不敢拼命的女孩,我很容易变得跟她一样的。生活在中华民国境内的人,你不要看她在你眼前表现得多么温良公解让,她的性格内部都有一条黑线在。 这条黑线使她在一定的程度上,她可以像二十四史天下大乱乱人时候的那样,毫不犹豫地拿出江湖手段。如果没有这套手段或者说是没有这样的基因本能或者任何博弈习惯的遗传的话,她不可能能够到美国和台湾的训练,她多半在中学时代或者顶多是在大学刚毕业那时代就被社会吞噬了。 这样的博弈训练是不会写在纸上的,但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生存最需要的东西。好,这就是扯远了。 穆斯林方面,它至少无论怎么LB,1949年以前的儒家社区那种维持最基础的家庭和邻里之间的和睦,大家团结起来打外人,对外人黑,这种本事它是有的。 而且,他们并不像费拉拉右派说的那么样,生育率永远降不下,因为他们有信仰,这是不对的。第一代人有信仰,生育率很高,但他们不闹色。 第二代、第三代,生育率已经降低了,同时已经没有信仰,闹色死他们,他们会变成打砸墙的人,也有可能被恐怖组织招募,就像以前被共产国组织招募的。 问题就在这一方面,穆斯林在欧洲移民的生育率下降是很明显的。你知道在十九世纪末期,意大利人也生育率很高的,但是现在的伊朗人的生育率比北欧人还不低,所以这个东西变化起来很快的。 同时,伊斯兰的时间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伊朗。伊朗是唯一一个实行激发生育的伊斯兰国家,因为它也是唯一一个由列宁党统治的国家。 伊朗人只有列宁党组织的力量才能发生育,所以它的生育率下降到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水平,而且按照生育的规律法,它再过二十年就跟现在的中国一样高度的老兵化。 相反,那些民间的社会,我们要注意这个不能用观点来看,就是苏联共产国际是有组织的,但是社会主义团体是没有组织的。 就是说,在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团体当中,除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这个心理以外,大多数是自发秩序,你不能用观点来发明它,只能用组织来发明它。 如果它是共产国际领导的组织,那么它就是危险颠覆势力,如果不是来自自发秩序。 自发秩序当中有一部分,例如社会民主党,它表现得比苏联更温和,另一部分激进分子表现得比苏联更激烈。 还说,苏联对美国太软了,美国应该怎么这么革命?但是你不能从这眼看问题。苏联在被法西斯打了的时候,它在印度、在法国表现得比资产阶级政党更保守。 资产阶级激进派以及非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者还说,我们被本国资产阶级剥削了,我们凭什么替本国资产阶级打仗? 而苏联命令法国共产党、印度共产党是,无条件地,一切为了抗战,无条件地为资产阶级统治者牺牲。 英国工党对于愿不愿意承认意大利国王逮捕了莫索尼以后叛变到盟军阵一边,是有怀疑的。 它觉得意大利人长期跟着德国,现在要投降,我们接受不接受。英国工党觉得我们要不要不接受,英国工党是联合政府成员过。 但是斯大林同志立刻果断说,千万要接受啊,如果基达尼被德国劫持以后,那是多么麻烦的事情,一切为了统一战线。 这时候的共产党表现得比普通的社会民党还弱,但是等到冷战开始以后,它又反过来骂社会民党不够弱了,这全是现实政治的需要。 英斯兰的世界也是这样子的。英斯兰的世界可以算是反西方势力的三个系列。 第一是哈里发退位以后,巴特统东方会以后建立的伊斯兰兄弟会。它是伊斯兰世界第一个有军队的政党,是按照内营党组组组组组组的。 六十年代,巴特斯兰解放组组组的那一批,世俗主义,按照苏联武装起来是第二批。第三批是同时控制政治经济,伊朗伊斯兰共和党。 我们要注意,组织和观点不是一样的。伊朗的伊斯兰主义的派系有很多都是被伊斯兰共和党镇压下去的,就好像有很多俄国社会民主党其实是被布尔什维克镇压下去的,而不是被资产队压下去的。 就是这三个系统,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但是这三个系统的组织,他们有实实在在的颠覆活动,但是他们的颠覆活动当中,有没有人口的子宫大乱这条是很可反应的。 就算是真有子宫大乱这条,也是辅助性的,因为这个东西像西军战一样,它建效很慢,肯定主要的活动是像野文战争一样,还是像共产国家那样,派特派员过去,派专业训练的民纪队干部去,派武器战争,这个东西是来得更快一些的。 子宫炸弹的这个说法很像是历史上出现过的很多阴谋论,像婆罗门阴谋论、犹太西安党老会阴谋论的这些东西,很像是费拉右派由于自身的软弱,软弱产生恐惧,恐惧产生夸大的想象产生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他们在辨认敌人的时候恐怕是把敌人辨认反了。 就是说,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威胁的那些人,实际上是恐怖分子最大的敌人。那些人在穆斯林社会的地位就相当于是儒家地主和共产党人的关系,那些人认为是恐怖分子保护者的那些沙利亚法人家,他们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儒家地主。如果恐怖分子得势的话,首先被打了就是他们。 你不能说是,比如说一个完全不认识中国人的人,他们会提出赴满洲阴谋论,还会说是读四书五经的儒家地主,提出用防护,威廉二世很可能就是这个想法,他说防护的时候一个留辫子的赴满洲,很可能就是什么满洲贵族或者是儒家地主,儒家士大夫都四书五经,依靠高生育率来颠覆西方。 但是真正的颠覆分子的共产国际,它的干部肯定是要把这些儒家地主或者满洲贵族吊死的。真正有能力颠覆的肯定是共产国家,不是这些人。真正有能力颠覆的绝对是伊斯兰共和党或者其他什么具体的伊斯兰组织,而不是普通的伊斯兰教区长老或者斯拉利亚法人家。 这些人反倒是伊斯兰社会的稳定力量。你如果把他们打掉了,他们本来管得住那些青年,没有人能管得住他们,事出流善的话,倒真的会变成犯罪分子或者伊斯兰恐怖分子。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些人为什么会出现欧洲?你问他们为什么不带在东东?答案很简单,就是他们所占的位置。过去就是有土鳖、招人讨厌的,像亚当·彼得、美国卑狱的那些小说中的招人讨厌的基督教原教职分子占据的。 基督教原教职分子用他们高深地的社区构成了西欧社会的底层,然后你用福利国家往上的包养起来,使教会失去了自己的作用。国家开始包养穷人,然后他们也就没有必要生育了。福利国家的意义就是由别人的儿子来替你养老,你生的越少越占便宜。于是,底层就由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占据了。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本来有两个工作,高级工作挣三千块钱,低级工作挣一千块钱。在没有福利的时候,我只有去干低级工作了。现在福利八百块钱,低级工作一千块钱。我领到福利以后,什么都不干。为了挣那一千块钱,我每天早八点起床,马上都回来,我觉得为了两百块钱挣得辛苦,还不如领到八百块钱,什么也不干好。那么那一千块钱的工作还得有人干。怎么办呢? 对于莫洛哥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来说,我平时五十块钱都挣不到,一千块钱好高的工资啊,我赶紧去挣吧。事情就是这样造成的。这是福利国家直接造成的。如果伊斯兰教徒不来的话,那就让非洲黑人来或者其他什么人来。你只要制造福利国家,结果肯定是这样的。 那时候你就可能会不说伊斯兰的阴谋论,而说什么乌渡教阴谋论,或者拉丁美洲天主教阴谋论了。那看你来的,你已经是什么人了。 当然,汉语世界这些公共知识分析的问题在于,第一,他没有历史众生。比如说像何清廉,现在好像是费拉右派中反目的医院大将。他有一个爱好,他喜欢说他是学者,但是他写书的方式都是按照新闻记者的方式写的,而他自己也是一个感言的新闻记者。 九十年代,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人,而我是个毫无名气的人,当时我很崇拜他。虽然他现在骂我,但是我对他始终留有一点温情,是因为当时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变成一个舆论领袖。这个舆论领袖是后来的形势发展强调给我的,当时我是观众,我对于杰和清廉这些人都是很崇拜的,虽然现在我就不崇拜他,那是另外一回事。 当时他是一个法制日报的记者,揭露了很多弊端,但是要说他是严格意义上的科班学者,他显然不错,但是他现在好像是很强的,他是学者,可能他心目中认为学者的比较高,但是我得说他写出的方式不像学者写出来的,仍然像是报告文学的总集,而且他不懂得历史众生,他心目中的伊斯兰教显然就是九二二以后的伊斯兰教, 他甚至都不知道伊斯兰主义最初是亲西方的东西,伊斯兰主义最早产生的,阿富汗林那个时代,在奥沙曼祖国和印度产生的时候都是亲西方的,而且有一件事非常明确,就是伊斯兰主义者跟伊斯兰教没有直接关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的帝国和伊斯兰教的社区没有伊斯兰主义这回事。伊斯兰主义是伊斯兰世界被西方殖民以后才产生出来的,是一个模仿西方的产物。 我们不要以为它在口号上有的时候喊的反西方,它就是反对西方,它是伊斯兰世界在组织方面,在政治策略方面模仿西方的产物,而且它最开始产生的时候是亲英和反印度的。 印度的伊斯兰主义者,像乌汗末德汉西兰,它主要的口号就是坚决反对印度人向英国人要求权力的所有活动,印度应该由英国人来统治, 穆斯林是英国人的忠实成民。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党,印度爱国者联盟的时候,是专门请那个英国人博客来找他们领袖的。 十九世纪的英国殖民当局和荷兰殖民当局都认为伊斯兰教徒比印度教徒对西方殖民者更友好。 伊斯兰教徒现在好像被渲染成一个反西方的力量,但是这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非常非常晚近。最早也不超过1920年代的哈里发拉退位,真正被引起重视。 就据我的感觉来说,因为我还记得了八十年代的舆论气候,还是1979年伊朗革命以后的事情,连196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舆论气候都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新闻记者是没有记忆力的,特别是中文世界的新闻记者,你可以注意到他们根本没有受过古典教育或者伯雅教育。 例如在加沙·杰里克协定的时候,我闷了一下中东有杰里克的地方,最后我发现原来就是圣经上的耶利哥。 这些记者不知道耶利哥和杰里克其实是同样一个地方,而且早有移房了,于是他们就重新再翻译了一遍,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19世纪的政治伊斯兰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还编出一个学说,政治伊斯兰主义是为了借用西方的宗教自由,实际上是要搞政治活动,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西方并不反对伊斯兰教搞政治活动,而且早在19世纪,伊斯兰主义者已经在西方和西方的殖民里有了很多政党,西方并没有想过要取缔他们。 即使在现在,无论在任何时候,西方有法律,法大也只是取缔颠覆团体和恐怖团体,没有说要取缔政治团体。 像基督教社会党什么时候被取缔过啊?人家算不算是基督教搞这个政治团体? 同样,伊斯兰主义政党在英国殖民里一直是合法的,恐怖分子难以为一回事?但是恐怖分子跟伊斯兰主义不一定是重合的,就像是共产国际跟社会主义团体不一定是重合的。 共产国际为了统战的需要,它可以收买很多按出身跟社会主义一点没有关系,甚至是保守主义方面的警察局长、航运局长什么的。 对啊,我现在想起来,你上次问我哪个问题,其实是要问我,共产党有没有可能利用工会作为慎重工具?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一定不是主要的。 按照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来说,它主要收买的应该是警察局长、航运局长、交通局长这些人。 比如说韩国瑜当高清市长,你要当心他某一个地方的警察分局长,或者是航路局长、交通局长这些人可能是共产党的。 因为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三十年代它没有成功,四十年代成功了,进攻成都、南宁长城这些城市的时候,每一次当地的警察局长都是内应,军队还在前线打,民团还在组织当中,共产党的地下党的特派员就在成都市警察局和南宁市警察局里面指挥暴动。 而且暴动每一次都包括放火和破坏交通这两项事。重庆这把火放得太早了一点,结果被破坏了,成都和南宁都是放了火的。 放火,然后你前线军队看到后方有的叛变,立刻就丧失了斗志。民团在搞不清楚哪些人是不是判了,哪些人不是判了,他也不敢打了。 每一次警察局长都是内应,这个可能就不是偶然的。很显然共产党的渗透,它的专业渗透点最集中的,跟它口头上的磁力相反,不是工营大众。 工营大众的团体,工费能够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它不是共产党所谓的强力部门,关键时刻最重要是强力部门,它的渗透方向是指向强力部门。 这是共产国际跟社会主义者很大的不同,就是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无论是更极端的左派还是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派,他们往往尽管不是一定,但是往往真的是在对工人群众做工作,它的主要成员往往真的是工人。 而共产国际不是这样,它渗透的对象是指向掌握权力和资源配置的极少数经济阶级,因此它渗透能不能成功也跟资源的分散度有关系。 资源极度集中,这样的国家一般是刚刚开始现代化的传统国家,像俄国,全国的军事工业资源都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和连接两地的铁路线上,控制了这两个地方连通那条铁路,全国百分之九十的战争资源都掌握在你手里面。 在这以外,是广大的只有战马和骑兵,只有战马和骑兵的农村,虽然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但是基本上就是西班牙人打印尼安利的革命,根本就没法打。这样的国家最适合于搞共产党,如果是在德国就不行了。德国你占有了几个地方没有用,德国是一个全面工业化的国家。你在全国工业化的点有五百个点,你一下占领了三十个点,其他地方积累起来的武器和民兵照样把自己灭了。 德国没有一个像圣彼得马和莫斯科那样集中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地方,所以共产国家在德国的暴露完全失败了。或者比俄国再落后一点,像土耳其或者伊朗那种情况,连莫斯科和圣彼得马那样集中点都没有,全国都是分散农村。这样你搞出来的红军,大部分也都是由分散农民军构成的,骑兵对骑兵你还是打给你。所以只有在俄国那样的地方它成功,那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认为在台湾的那种情况,它实际上是成功不了的。因为台湾地方小而且显耀,四面被大海包围,地理状态比起1949年的希腊那样很容易被英国军队隔离,一旦隔离起来就没有办法。 南韩的共产党有些意义就像是失败的,印度之大市民上有法隔离。凡是能够在地理上被隔离起来的地方,按照共产国际的传统训组方法,结果都是没法成功的。 当然,这不是说你可以不防备。不防备的话,你的损失会大一点。说不定什么地方,高雄或者什么地方被人放了很多把火,烧死很多人这些事情都会出。 防备得好的话,损害就很少,那就是普通形式兰建制的主态。这是题目已经绕远了。 就是说,中文件对伊斯兰教的看法,这两个方面都是错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并不一定是反西方的力量,也不是恐怖主义的白手套。 伊斯兰教不一定是反西方的力量,至少在十九世纪还不是。哪些是反西方的,哪些是颠覆的力量,这些都不能按照观点来看,都要按照主持观点来看。 比如说,伊斯兰共和党派社区,它是有专门系统的,不是说是神学上跟它接近的伊斯兰社区就有危险,而是组织上重处于它或者跟它接近的,哪怕在神学上跟它相反的,都是很危险的。 像南宁成都那些警察局长在政治上讲,根本不是工人农民,而且连社会民主党都不是。他们甚至要么是国民党,要么就是以前贵旗金华或者川系金华留下的人,是比国民党还要更有更保守的人。 但是这并不法来同意做匯别,这完全是两码事。当代基督教会主要的问题就是,不是说伊斯兰教怎么胜党,而它自身的造反民意衰退,而它自己对这一点没有意思。 像美国中度的基督教会还好,他们至少维持了很大的大家庭,而且他们的成员普遍都会要么参加美国军队,要么参加本州的民兵。 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大体上是这样的,他们的牧师往往是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军人,但是你从外面看不到。 因为我认识他们,你如果不知道他们的背景的话,从他们日常的言行举例当中,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们跟平民有什么区别。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我要是阻止他热带鱼的吧,他很可能会像抓小鸡一样把我打到这一地,而我就不敢听他这样了。 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教民当中的男性体量大多数至少会参加一下本州的国民自卫队什么的,所以他觉得他的海军陆战队还是特种部队什么的身份没什么特殊的,只是一个专业不同而已。 他不觉得他干的这种事情是特殊的不得了,照我看来就觉得很特殊了,因为我看来我是打破了你。就是这样的,他们牧师的身份和他们家庭都是要告诉一般的教徒,所以他们一般的时候有五个孩子。 他们在这些地方的超市或者教堂,一般都经常会看到带着三个女孩子买东西或者是上教堂的妻子什么的,说明当地的房价很便宜,萌生很容易。 同时,照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的话,从男孩子在高中时期甚至初中时期打打橄榄球干什么的都是很经常的事,团队精神本来就很强。 我们要注意,美国大学有一个说法叫做大学是一座巨大运动厂夫设计的小学院,这其实是很有道理性。读书读到的东西没有什么用处,但是跟民主是没有什么用处,甚至有副效应。 即使在美国也是这样,白左往往是读书读得太多的人,因为他认为他读得够精英了,足可以当伟大导师,你们都要听我的什么用处,而且同时团结能力也因为每个人的信用性都很强,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导师。 人人都是导师那边没有团队,但是有一样的东西是团队性很强的,就是橄榄球队。橄榄球队跟战争是很相似的,籃球队这些东西,它的社区性是很强的。凡是能够主持成良好球队的社区,也能够产生良好的军团。 但是,产出很多知识分子的社区,一般来说像文尼斯书新式的意大利那样,意大利成帽样一般是不堪一击的,这是一个非常简明额耀的团队的方法。 你如果要判断美国哪些地方的社区是将来产出强大军队的一方,你看他打不打橄榄球或者是打不打台队,差不多有叛队,打橄榄球和篮球的男孩多半会参加国民警队队,而且将来随时都可能跟他以前打篮球的小伙伴组成强大的民兵队。 所以,如果是只读书不运动的那种类型,多半就会变成游死,这是一个非常简明额耀的探测方法。像这样的教会还可以,他们要处理很多具体的问题。 例如,他们的女孩子也就是在十几岁上中学那年,他们都会到教会里面帮忙,带那些刚出生不久的baby之类的,他们的幼儿园就是有这样的异公主成本。 所以,他们的孩子之所以生人多,是因为他们养孩子不会介绍,没有什么成本。家里面有十几岁女孩的家庭,非让他们的女儿来带来一些家里面有两三岁小孩的家庭的孩子, 双方都几乎是零成本,而且彼此之间的共同的关系极其轻易。而他们的男孩子组成的大概就是跟李将军和马逊纪将军那个时代非常相似的民兵。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被颠覆的。 如果欧洲,东西海岸的大城市比较像欧洲的大城市,那就是另外一种社会模式的。外来移民,比如说墨西哥在欧洲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这整个就是社会生态运动的问题。 所以,我一再强调,不只能要看教义,而是看造法能力。造法能力当中比较初级的就是那些讨厌的传教士干的那些,你传教暴露了,你不该喝酒了这些东西,你不要讨厌他们。 他们是一个测验,就是如果普通的教士连管普通人喝酒或者穿衣服的那点柔性权利都没有的话,那么它制造出来的教会是基本上不可能有什么造法能力的。 没有造法能力的教区发挥不了小共同体的作用,无法稳定社会。它会造成一个极其危险的社会。 因为人口中有一半的穷人是依靠国家养活的,而冷酷的国家按照条文伴设,跟它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的关系,他们随时可能要么因为丧失生活的意义变成不遇的、自我灭绝的族类,要么就会很容易被激进和颠覆的事实上感染。 之所以会被感染,不是因为事实上本身。你要注意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凡是颠覆性很强的事实上都很单调,从丰富度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容易被吸引力。 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它给你提供了伙伴关系的感觉。如果你从中学时代就有很多跟你一起打橄榄球的小伙伴,是从小一起打大的,你妹妹又不断到教堂去带他们家的小弟弟或小妹妹的话,你不缺伙伴的,你有有血有肉的伙伴。 没有任何人能够用抽象的枯燥理论,把有血有肉的伙伴从你身边夺走。但是如果你举目不清,所有人都跟你只有冷而硬的关系的话,那么这时候有人给你兄弟一样的友爱、给你人与人之间的血肉光超越联系,你是很难抗拒的。 只要原子化的个人存在,也就是说小共同体出现真空或者饥渴,必定会有人神学而入。如果伊斯兰教真的在欧洲征服了一些人,我并不认为那是坏事。 就是说,真正的伊斯兰教教征服了,按照基督教会的观念,可能把很多人的灵魂带进了地狱,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把很多国家的公民变成了有用的,即使是没有什么创造性的,但是会变成遵纪手法,老老实实抱孩子,照顾老婆,老婆孩子热抗头的,不会闹事的良民。 这个功能是伊斯兰教会儒家和所有小共同体都具有的。你可以说他们搞不出很高的成就,但是这个功能制造良民的功能它是有的。 如果这些打砸抢的人都被伊斯兰教的沙利亚法管起来了,我倒是可以说,今天费拉右派恐惧的大部分现象都会消失。但是这样一来,欧洲基督教文明很可能像是基督教文明替代希腊人马文明那样,被伊斯兰教文明替代了。 这当然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这种被替代的状态上,说老实话,目前一天到晚痛骂伊斯兰教如霍坏的知识分子,跟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谈经说道,其实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涉及基层社会整个变色。 而且因为自然的厌恶,社会厌恶的真空缘故,小共同体就是邓巴素以下的那些小共同体,人与人之间血肉联系的小共同体是不能缺的,要么就是部落习惯化。 希腊罗马和古代阿拉伯虽然已经是相当发达,但是他们的基础社会都是什么?部落。 麦家城的各党派是由各部落和大家族层的,雅典清的各党派,像亚西比勒的党派和伯利克里党派,都是宗族,跟所谓很多的儒家宗族其实一样都是宗族的。 等到宗族的环节力,开始的时候选举的党派都是以宗族为单位的,后来宗族简体以后才以个人为单位。 等到这个时候,社会的基层就渐渐简体了,知识分子很多,表面上看文明政府才是最高的顶红, 但是作为城邦基础的人,变成了那些吃国家福利面包和禁忌的人。他们不再像以前汉尼拔时代的由宗族管理,那时候一个父亲有权杀了他的儿子,家长有权随即处置他的妻子女儿,那时候那时候罗马人那样是多产的宗族小龙。 这时候罗马人变成了依靠工兵,而国力最为强盛,知识分子最多,而底层的社会变成了吃福利的无产阶级。 同时,四面八方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拥进了罗马,改变了罗马本身的人口结构。 这时,基督教、密特拉教、伊西斯教各种宗教在这些失去依托的群众中在大量传播,最后基督教胜出。 等到朱利安皇帝和其他人开始像今天的费拉右派一样狂教基督教威胁人的那时候,异教的基层组织已经瓦解了,连罗马军团的主力都已经变成了基督教徒,因此他们对朱利安不满意,在朱利安时候选出了基督教的皇帝。 这是依靠政策手段来扶持异教,已经没有用了。国家是大共同体,大共同体无法用政策手段把小共同体扶持,就像是国家没有办法用普贴消灭掉私人血一样,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往往经常是越扶越糟。 至于城邦这样的小共同体,为什么会解体?当然是因为在朱利安以前戴克里先和他搞社会主义基督政策、搞专业主义的皇帝。 他们认为,原先是罗马城邦和其他城邦的一个大联盟,我的权力不够大,我很喜欢像埃及那样用降奴组成的行神,全是我元首的私人财产。 至于你们雅典和罗德这些,从法律上还是我们的盟国,我们还要外交官给你谈谈,而对埃及人我直接下命了就行了。 我想尽量削弱你们的权力,一次一次削弱下来,渐渐的城邦的生命力就没有了。这就是罗马的东方化。 没有了生命力自然就使人民变成了散沙,散沙投奔到基督教和其他东方宗教的手中,你即使禁绝了基督教也会有其他的东方宗教来。而基督教来产生了另一种基层组织。 在晚期的罗马皇帝看来,基督教会是极其可怕的力量。就像早期的罗马皇帝会认为罗德或者马赛极其可恶,罗马军团打边天下无敌手,对埃及顺民想怎样就怎样,但是马赛人派出他的代表说:"我们是罗马的同国,不是你们的被征服力,我们要怎麽怎样。 然后中期的罗马皇帝很开心地把你们统统打掉了,我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有一个另外的附带效果,就是你的生命很没有保障。任何人杀了皇帝都可以变成无所不能,那么我为什麽不杀皇帝呢? 早期的皇帝权力还有限制的时候,不大人就被杀了,因为这时候皇帝还是土差事,是一个联盟的头领。中期的皇帝已经没有人能对他对抗了,所以各军团的将领人人想当皇帝,你杀我杀你,天下从此大乱。 等到晚期,皇帝又变得不那么随心所愿。因为雅典和罗德虽然已经变成僵尸了,但是像安不罗修主教这样的人又变得令人讨厌。如果皇帝在撒罗尼卡或者其他看不见的地方随便杀人的话,然后米兰会跳出来一个主教说:"我要把你驱逐出教会",而且会有一个大部分人跟着他不怕死不要命的,所以要跟着他这麽干,结果他镇压不下去。 于是,他又一次痛苦地发现,一个基督教皇帝的生命好像比起异教皇帝来说有了更多的保障,但是他又一次变得不能为所欲为的。人类社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从来不可能把两边的皇帝都占绝。 欧洲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是启蒙知识分子自从卢梭那个时代开始跟打击那些可恶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取得重大成功的产物。 重大成功的结果就是,他们很开心地把那些土缘骂得抬不起头,现在他们不得不面临伊斯兰教徒了,而他们好像不大敢,因为他们对付基督教徒就会去伊斯兰教徒。 所以,结果显然很清楚,要么是基督教会的教区组织,恢复其造法能力。恢复其造法能力,有一点就是你要可以预见到,凡是这么干的的人,肯定会骂成法西分子,肯定会被说成是很不碍与和平。他们肯定要处理各式各样的具体问题。 比如说,你要到共产党国家去传教,你不要对我说,波兰教会如何如何,韩国教会如何如何,你要到中华人民国家去传教的话,我也不看你,我是很公平的。 我不是说你要拥护我的大使民国,让我封你做鹅梅山大主教,我才满意。你可以坚持你的任何政治主张,但我要看一看你,你这个传教士到了我所说的那些地方,你对那些强奸的一个女人,然后使她嫁不出去以后再娶了她的那些人,或者是对那些把自己单位的说她坏话的工作人员,要鉴定成精神病的单位领导,你对这些人怎么看? 如果他们也跑来要做你的教门的话,你怎么去追她?你会不会对她说,哈哈哈哈,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这些处事的事情,我们以后一起向前看,大家都是兄弟,这些事情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去死,你肯定都不过一扇教主。 你要有一套办法,像罗马帝国那些教会处于那些违法乱经的皇帝那样,能够使他在行为上规规矩矩,能够使你的教民感觉到,做了基督教会的成员,得到公正待遇是有保障的。如果你仍然做雅典公民的话,那么皇帝要怎么对待你是毫无保障的?做到这一点,你才能够过得了关。 你给我说什么狗屁爱与和平什么乱七八糟,还说你说的爱与和平跟美国的某个教会说的是一样的台词,那你还不如现在就去死,我简直不愿意在你这种必然要死人身上浪费事件。 但是伊斯兰教也是这样的,于是又有一帮傻逼舆论领袖来说伊斯兰教是强主之什么什么,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是不一定的。 比如说,我可以举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重庆有一个大资本家叫做温家,他们家曾经有一个老板叫做温云松海的温云鹤,我记不清他的具体名字,但是总之温家就是穆斯林出生的大上人,可能也是累而来的。 最初做远程买卖的,但是他渐渐如法了,等到1930年代、1940年代,他已经变成除了还要吃清真食物、要去清真寺以外,平时也就是写诗作户,汉文造诣很高,写起汉诗来造诣很高,书法是重庆的一绝,经常跟那些非穆斯林的商会领袖玩得很开心的人。 等到共产党来的时候,他跟那些商会领袖一样,除了他自家的子弟以外,他一个人也调不动,他乖乖地投降了,进了两年政协以后,就被没收了家产,被贫下农之类的批漏,1978年以后再贫返,已经是非洲洲的1.7百分钟,他那点伊斯兰教信仰跟别人的苏东坡的佛教信仰和我所说的费拉基督教会的基督教信仰一模一样。 但是,胡耀邦在川北活动的时候就跟当地的穆斯林打了一场印章,当地的穆斯林就是说愚昧的,他也不会做生意,也不会发财,但是死因的坚持起原教旨主义。 直接想当作,他们像托克维尔描写的朱安党的安儒的贵族。路易十四愤怒地说,全法兰西的贵族都到了华尔赛听我指挥,唯有安儒的贵族不听我的话。 而法国国王上的战斗财战的时候,全法兰西的贵族也就扑通命声跟着法国国王一起挂财了,只有当初违抗亡命的安儒贵族拿起了武器,为了圣母和国王跟法国革命军争战斗到底,也就是这些讨仁宴的原教子伊斯兰教徒跟胡耀邦和邓小平战斗到底。 组织度不是看你教育的,它是看非常具体的东西。假如我是一个组考官,有人来说他的教会是有组织度的,我肯定要他说出具体的人民。 具体的人在处理各种具体的事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的?处理具体的事物就是在造法,即使你没有意识到你是在造法,你也创立了造法的先例。 你能够处理什么级别的事物,就说明你的团体造法能力有多高。等你能够处理包括战争在内的事物的时候,你的团体实际上已经具有候补统治者的资格了,未来已经属于你了。 如果不能,那么退一步,你处理不了政治和军事事物,但是你能保证你的成员在彼此发生财产纠缉的时候,你能给他们公正的判决。 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指标,你能保证你的妇女儿童得到适当的照顾,无论你讲不讲男女群体还是妇女尊严什么的,只要你的团体中的女人敢于嫁人和敢于生孩子,这就是你成功的证据。 那么你至少还可以做一个费拉教会,也就是说你至少还可以作为顺民存在下去,像满人入关以后的儒家信徒一样。作为被统治者,你还有生育能力,你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你那些教义不教义的、你那些伟大高超的理论一点都不重要,你将被历史淘汰。 这个裁判方法其实是非常惊人的简单,你能不能够处理政治和军事事物,这是第一级。再退一级,你能不能够处理社区和家庭的事物。 如果你凡事都采取逃避主义的方法,无论你的理论讲得多高,或者是在某一句或某一字上跟什么什么时代的某某大神学家或者重大教会说的是一模一样,你还是废人,你去死。 用这种方法判断是,他判断不了你该不该进你天堂,也判断不了你的灵魂只有不得救,但他可以很有效地判断,三十年以后你所在的地区哪一种宗教是占主流地位,哪一种社区会继承未来。 谢谢阿姨,您对于基层共同体跟宗教之间的这个动力,就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动见。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下个礼拜再见,谢谢您。